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 都是為著順富的人 而聖靈在我們外面的環節 都是為著想像的人 所以這裡就說到神在聖靈裡 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 在裡面做什麼呢 做膏油 所以在《願意書》這裡就說到 我們有從神而來的膏油塗抹 在凡事上教導我們 另一面就是以聖靈在我們外面的管制 那這兩種的工作 也是主要是為著兩班人 聖靈在我們裡面做膏油 是為著我們這班順從的人 讓我們願意聽話 讓我們願意與祂是配合的態度 祂就更多的在我們裡面塗抹 在我們裡面分刺 在我們裡面天天的加多 但是當我們難免有時候 我們會不聽話 我們有我們自己舊有的個性 舊有的習慣 舊有的態度 那那時候聖靈就往往會藉著興起一些的環境 叫我們被管制 叫我們不得不向神敞開 就像在羅馬八章那裡 我們知道他那一章是專門的說到聖靈的工作 那在積極的一面 在開頭都是說到聖靈如何的說到這個生命之靈的律 如何在基督耶穌裡釋放我們 脫離罪而死 對 那另一步我們若願意受神的靈引導 在生活中照著靈而行 那我們就會經歷 神的靈在凡事上引導我們 告訴我們當如何行 甚至神的靈還在我們裡面 用說不出來的叹息 為我們代求 對 這些都是積極的 都是為了把它自己塗抹到我們的裡頭 對 那是在後面 後一段這裡 他就特別提到說 萬有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對 所以這個時代是 當我們就是遇到一些不順的情形的時候 這時代是神為著更多來破碎 來拆毀我們外頭的人 好 這樣我們裡面的人還有更多的被加強 好 這樣我們更多的被他自己來充滿 我們讀一下第二終點的三個小弟 我們弟兄姊妹輪著讀 然後第三 我們一起 聖禮在我們裡面塗抹運行的時候 我們若順從祂作給的感覺 神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就得以同行 神的成分在我們裡面也可以增多 但聖禮在我們的天面有要塗抹 我們若想像不足 神的旨意在為被 聖禮就不得在我們關於清洗環境 祂叫我們 責打我們 使我們扶下來 所以聖禮在我們裡面的塗抹 所以聖禮在我們裡面的塗抹 對 祂一點都不願意管教啊 或是責備我們 對 但是有時候為著我們的不服 為著我們的益處 我們一再違背 所以聖禮就不得不藉著興起環境 責打我們 而使我們扶下來 對 所以在第三終點就是說 無論在神的本意裡或在新約的教訓中 聖禮管制的地位都沒有聖禮塗抹的地位 對 所以我們不要就是把聖禮的管制 看得比聖禮的塗抹還重要 對 因為聖禮的管制其實 在聖經裡如果我們仔細讀聖經很少提到 應該說他從來沒有明文的提到 聖禮的管制這樣的詞 對 但是他當然有藉著一些情形來表明 像講到萬有互相效力一樣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對 所以就指明其實神的心意是要 我們就是真的是很簡單的 很單純的來享受他 對 就像我在家中 現在是一個父親嘛 我有兩個孩子 對 我不會動不動就把橫條啊 或是把棍棒就拿出來說 你不聽話 你不給我乖乖吃飯 我就打 你不會隨便做這件事 但是唯有他真的是怎麼樣講都不聽的時候 你才會把這個最後的手段拿出來 為著使他得益處 叫他真的是能夠做他該做的事 阿們 那第二大點就說到聖禮管制的用意 我們一同讀一下 聖禮的管制對我們的用意 可以分作管教教育和猜毀三方面 對 那在管教這方面 他就說到管教就是責打 為什麼要責打呢 是因著人的悖逆強項和不服 所以在第二小點這裡就說到 在我們的經歷中 許多時候聖禮在裡面 已經對我們說過話 有過塗抹 給我們感覺到神的意思 但是因著我們強向背逆 一直不聽神的話 不理聖禮的感覺 所以神就只好藉著聖禮 在環境中安排一件事物 使我們感覺為難 痛苦 受壓 甚至難得過去 叫我們受到他的責打管教 對 那在這個生命的經歷裡面 李童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說到有一位弟兄 比方說他在財務上有不正當的收入 那主就光照他 因為他已經得救了 然後他也開始過教會生活 主就說 你在這個世上需要去對 但是他一直為著怕自己損失了一些利益 怕自己的一些 就是他原有的地位會失去 所以他就一直的不服 所以直到一個環境 神就興起了一台車子 忽然撞到他一下 他那時候就躺在醫院 那時候神就使他想起 他在某一個點上沒有順服神 聖禮就在那裡光照他 他就在那裡有一個悔改 轉向神 而謙卑下來 好讓神能夠有機會 把他自己做到他的裡面 對 那管教的世上 細分起來有兩種目的 其實我覺得很難分 但是在這個生命的經歷 他是這樣分 一種是對付悖逆 那另外一個是為著改正錯誤 其實都是非常相關的這樣 阿門 那第二方面就是教育 我們讀一下第二終點的第二小題 聖靈管制所給人的教育 就是為著配合聖靈在我們裡面 做道遊的工作 而達成神人調和的目的 聖靈在我們裡面做道遊的塗抹 還是要把神的成分塗落到我們裡面 是 但我們裡面卻有去過自己的成分 以靈再臨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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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的成分 成為了聖靈所的一個力量 分塗落到媽祖 阿門 對 所以這第一個小點非常的重要 當我們經過這樣的交通 真是希望每一位都对圣灵管制所给人的那个教育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把神调到我们里面 也把我们调到神里面 神的心意一点不是为着责打 为着外面的这些环境要叫我们难受而已 神的心意实在是要把他自己一点一点 更多的分次组织做到我们的里头 所以在三四小点这边就说到 所以圣灵在教育这一面的管制 是为要借着环境来打掉我们自己的成分 让神的成分涂抹进来 所以第四小点这里说到 他就把一二终点做个比较 到底管教的管制和教育的管制有什么不同 管教的管制只是对付人的错误 是关心人外面行为的问题 但是教育的管制却是对付人的成分 是关心人里面性质的问题 不论我们外面的行为是好是坏 但我们里面的性质总是顶撞神的 所以为此神就必须有教育 神就会兴起环境 兴起各样的人事物来打掉我们自己的成分 那这边弟兄就举了三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就说到有一个茶几 就像这个茶几 他原来已经有了他原先的漆在上面 是厚的 是硬的 是很光滑的 那你如果要把另外一层新的漆上上去 你是不可能直接上上去 所以很聪明的工匠他就会先用砂纸 把他最外面这一层光滑 然后那个又厚又硬的原来的那一层油漆先磨掉